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人物形态的 龙形态和摩托车形态相互切换的四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分别有什么呢 我们的犀牛金刚倒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分别有猛速龙 瑞罐龙 猎豹龙和幻翼龙 那么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的战斗序号是7号的猛速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变杀技是赤焰能量炮 然后这个我买的尺寸是6.5寸的 如果现在在镜头前面看这个6.5寸的真的是超级大呀 那8.5寸的是不是就更大更大呀 我们看看后边变形以后是这个样子 那么龙形态呢就是右边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龙的话还蛮帅气的嘛 那我们现在一起打开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帅气程度究竟有多少 好 哎呀这个胶布贴的是实在是 哦哦还有什么地方的胶布没有剪掉吗 哦哦不然是 哦现在可以拿出来喽 哇哦 哇哦看一下我们的猛速龙 说明书说明书我找到了啊 说明书在这里 哦 这个尺寸6.5寸的话还真的是蛮大的啊 挺好挺好 不错 啊那我们现在将它拿下来看一下啊 嗯还有头部 这朋友这回可以拿下来喽 哦我们先让它放倒在旁边 将它的机甲卡我们也拿下来一起看一下 那我们看看啊这个是猛速龙猛速龙的机甲卡 这个上面有它的战斗值 哇很帅嘛 嗯 那我们先将它放到旁边 我们看看我们的猛速龙吧 哇这个 哦 你看这个尾部的每一个 这个什么关节都是 不是每一个关节可以动啊 它中间呢是可以动的 这边前面的和后边的这个关节是不可以动 还有这个部分是可以动 哦 我们看看它的腿部 嗯腿部是这个部分可以移动的啊 你看这个轮子就应该是它的前轮或者是后轮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轮子 哦 这个嘴巴部分也是可以张合的哟 然后这个呢 可以打开 嗯真的是可以打开 哦 这个的可玩性 我觉得会更高一些呢 哦 这个小爪子部分也是活动的 还有什么部分可以动 哎呀这个大腿的部分不可以移动吗 哇这个好像是不可以耶 不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动啊 是太紧了 我就说我如果不可以动的话 要怎么组合 你们看这个地方连 连接了一个齿轮部分 你们可以通过 镜头看到我一动的时候 也是用了一心力气的啊 你看 真的是好紧呢 嗯 然后这个后边 嗯就是几个肩甲部分啊 这个是可以合到一起的 头部 哦头部也是可以向下一动的 嗯那我们现在让它 站立住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龙 龙形态 嗯 那这个腿部要不要这么紧呢 嗯 厚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猛速龙 那现在我要将它变形成摩托车形态啊 我觉得这个变形是不是要有一些难度呀 嗯 看上去还可以啊 看这个说明说还可以 那我们来一起将我们的这个猛速龙变成摩托车吧 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这个猛速龙要怎么样进行收纳一下啊 变形成摩托车形态 那么首先呢 它这个龙部的头部呢我们就没有用了 所以呢我们就要打开胸前这个盖子 将我们的头部呢放进去 那么就已经没有用 那么这个林子一会呢我们很重要 然后其次呢 那我们要将我们后边的这个盖子要盖好 这个有连接处啊 有卡槽的部分 你们可以看到吧 嗯 那么我们要将这个对准好以后啊 那你看那么就完成 这样呢就可以扣十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的手臂部分 要怎么处理呢 你看啊这个手臂部分你向后推的话 呀 我推的力气也不大呀 为什么它会掉下来 这说明它这个的关这个的连接部分啊 你看这个连接部分真的是比较松啊 所以你们在玩的时候呢组合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 那么你看啊 呀为什么这么松啊 我使劲一下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个手臂的部分我们要进行 你们可以看一下手臂的部分 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起部分 红色的 这边呢也有一个凸起 这边也有一个凸起的部分啊 这两边的凸起部分呢 是要和这个圆孔进行衔接的 所以呢我们将它放到这个圆孔里边 嗯 嗯 这边也是啊 放到这个圆孔里边 嗯 那么就可以咯 然后这个肩甲部分我们要变成这样的状态 嗯 它是如果变成摩托车形态的时候 它要向前啊 它是冲向前边的 那么爪子呢我们把它放平行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后边部分要怎么处理啊 尾巴我们收进去 这个比较容易啊 腿部的话我们向上 到不能移动为止 向上 那么你看这个我们可以放平一下啊 那么整体的这个摩托车形态已经完成 那么支架部分我们看一下 是在这个下面 嗯 支架部分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完全可以 立住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 也还是不错 也挺霸气的哦 哦 如果坐到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很舒服的啊 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尾巴部分翘起来也可以嘛 嗯 那我们看一下啊 把它的支架收起来 我们让它 滑行一下啊 这个 两边的体积比较大 所以它滑行起来呢 它也不会倒掉 它也如果即使你没有支撑这个支架的话 它也不会像之前的其他摩托车一样倒掉 嗯 看 这个变形成摩托车样子的时候 体积还是蛮大的呢 呜 那我们现在啊一起将它变形成我们的龙形的样子啊 那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先将这个腿部 还原 那么让它可以立着就可以了对不对 那么尾巴 那你看 这个比较简单吧 这个腿部已经完成 手部我们只要将这个连接部分拿下就可以 为什么我拿下的时候我连手臂也拿下来了 嗯 那这样就可以了 肩甲部分呢我们让它 变成这个样子 后边的肩甲部分我们也分开 最后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将它的头部拿出来 头部出来 出来 出来 那么你看 这个就已经完成 哦 我们的 这个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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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猛速龙 那么就已经完成 哇 你们比较喜欢这个龙形态的这个 我们的元器具人队的玩具啊 还是喜欢人形态的后面的玩具啊 反正各有各的好玩处啊 都比较不错 这个在 这个变形 这个猛速龙的变形 相对于人形的变形金刚玩具呢 会简单一些啊 那我们今天 介绍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下一次要介绍 战斗续号是 8号的 瑞冠龙 然后喜欢我们的小朋友们 一定要订阅 魔力玩具学校 哦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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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